大家好,我是上级医社EU执行主席,卓孙华太平盛世 交易影响家庭,交易影响社会,交易影响国家,交易影响世界 交易影响人类,交易影响宇宙和大自然 交易是上知识,正能量,交易是互相交流,学习,自我提升,改变,修身养性,认识世界的领域 上级医社致力以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几半讲座和文化的活动 租进社会和谐,以华文教育的使命高度契合 我们希望与各界合作,共同推动新加坡在成就保持竞争的优势 并在文化与传权和母语的交易发挥作用 新加坡总理黄勤才表示 政府将机器支持华社并调整政策 以培养更多极被华文能力的人才政府计划 通过调整中协高级华文课程 为华文能力付出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标志作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华文教育不仅是语言的学习 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涵盖了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教育 中华经典如轮椅、孟子、大学、孙子兵法等 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的和谐 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这些智慧将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 最后我衷心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华文教育的关心与支持 愿我们携手并进 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祝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机翼发展 座谈会圆满成功 最后感谢大家对这项活动的支持 谢谢大家